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邊境奇譚 BORDER 這是一部瑞典的電影 在去年的坎城影展的一種注目單元當中 得到了最佳影片的殊榮 由現年37歲的伊朗裔瑞典導演 Ali Abbas 指導 這只是他的第二部電影長片而已 跟寫色童話一樣改編至 同一位瑞典小說家的短篇小說 劇情敘述一位海關檢察員Tina 擁有很特別的嗅覺 可以聞出過境的旅客有沒有偷渡東西 真的是超好用的 她因為自己奇特的外貌 和充滿疤痕的身體 讓她從小就深受霸凌之苦 有一天在她工作的時候 遇到一位跟她一樣其貌不揚 並且有相當多相似點的VOL 兩個人之間就發展出了一段奇妙的關係 這是一部被譽為怪出新高度的電影 她真的很怪 蠻多地方是有嚇到我 但不是會讓你嚇出聲音來的那種驚嚇 而是一種純粹畫面內容的驚嚇 她不是一部恐怖片 劇名裡面的奇譚兩個字 我覺得是用的蠻對的 邊境奇譚的故事內在 其實很傳統沒有很離奇 沒有我以為的那麼驚世骇俗 沒有跑到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去 基本上還是一個異類邊緣人 她遇到了另外一個自己 從此一個契機開啟了她去尋找自我的旅程 她遇到了一個對的人 她體會到自己從來沒有感受過的被愛 她解放了自己 並且好像找到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新世界 某個方面來說 《邊境奇譚》就是一個黑暗成人版的水底情深 而我絕對是喜歡《邊境奇譚》大於水底情深的 這部電影會讓我想到 小時候我看《七寶七毛》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很大隻很醜的一個怪人 我記得她好像被關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非常非常的讓人害怕 她有一個看起來很可怕很醜肉的外表 但是到後來她選擇幫助了主角他們逃離出去 從那部電影開始 我就對有這種特異長相的人 有一種很特別的情感在 電影裡面講到一個字 Troll 在字幕裡面被翻譯成妖怪 但如果你去Google這個字的話 你會查到是白目的意思 什麼是白目呢? 就是不在乎別人 隨心所欲 她講的話做的事情 很容易侵犯到別人的人 當然在網路當中 它好像代表著一種個性 一種形象 Troll是北歐傳說中的山腰 長著尾巴的人形怪物 通常代表著人性的反面 或者是人身體裡面的那股野性和動物性 邊境奇談的故事除了在問我是誰 更是在問我是什麼 當你發現了你不屬於你身處的這個環境 社會的時候 你該往哪裡去? 所以我想片名當中的邊境 除了指的是主角工作的地點之外 更是在講主角他身處在一個人和山腰之間的邊境 這是一部有點挑戰觀眾的電影 演員的演技非常的厲害 在大量的特殊化妝上面 只能靠著微微的嘴角和眼神去表演 所以有很多的時候 你要靠著他們的行為 身體語言去感受故事的進展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而且這部電影當中的那個森林 也是講了很多的故事 導演沒有要把這部電影 走到一個很極端的地方 不走偏峰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點 他一直把整部電影 控制在導演他個人的人性關懷當中 所以我還是會推薦大家去看這部電影 只要你不是太保守的話 這樣子獵奇的內容 是不會讓一般人看不下去的 適合給想要一部驚喜不斷的 非一般愛情故事的觀眾 特別推薦給你也覺得自己是異類 或者越來越覺得自己不屬於 這個人類世界的你 邊境其攤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 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讚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Robi頻道 祝你今天有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